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五盘节目 我是徐一璐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5年2月18日 来关注一下美股在周三的五盘表现 周三美股低开 能源、航空和科技板块领跌到指 今天宏观经济数据欠佳 目前现货黄金和白银有小幅回弹 美元反应平淡 国际原油WTI的价格也是掉头向下 跌幅为2.36% 保美桶52.99美元 今天所有板块是全线走低 市场等待美联储下午公布的一席会议纪要 今日快讯巴菲特清仓40亿美元的原油企业股份 并看好IBM 在去年第四季度增持650万IBM股份 金融大和索罗斯撤出美股市场转投日本和欧洲 据彭博社获悉 自去年第四季度总规模为300亿美元的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 在亚洲和欧洲企业已经投资了20亿美元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低迷油价对美国能源板块的打击 使对冲基金减持美股 而且市场普遍预计全球其他市场将超越美股市场 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则老虎基金的最新举措 据彭博社获悉一向热衷于购买中国电商股的老虎基金 将阿里巴巴的持股削减了53% 抛售仓位高达571,183股 截止去年年底的老虎基金已经买入阿里巴巴580万股 持股比例为0.24% 在阿里巴巴机构的股东当中排名是10名以外 但是排在第二的Tiro Price Association 也是减持了17% 也就是2230万的阿里巴巴的股份 排在第八位的Third Point 减持了280万的股份 持股总额是1000万股 自去年9月份阿里巴巴在美上市 创下IPO记录以后 许多投资者都纷纷买入阿里巴巴的股份 来分享中国电商市场迅速崛起的成果 不过阿里巴巴上一个财季的业绩不佳 目前该公司面临着股东的压力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宏观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 美国东部地区建筑业连续遭受暴雪的影响 1月份新屋开工总数下滑2%为106.5万 预期107万前值为108.9万 同样营建许可指数也是受到了拖累 好我们来看一下衡量批发成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受到能源价格走低的影响 美国1月份生产价格指数是环比下滑了0.8% 预期下滑0.4%是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另外美联储报告显示 美国1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0.2% 市场预期增长0.3% 前值0.1% 1月份设备使用率是79.74% 预期是79.9% 前值为79.7% 在各股方面 上周五提及的澳洲基因测试公司交易代码为GENE 今天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直线拉升 目前上涨了17.27% 已经达到了每股11美元 但是该公司在市场流通仅有230万股 另外世界排名第二的院线集团美国AMC娱乐控股公司 在2013年12月被万达影院以26亿美元收购以后再度上市 现在AMC的市场价值是30亿美元 AMC今天股价有所攀升 在中概股方面 骑虎公司股价大跌 Jeffrey将其股票评级从买入调降至持有 目标价格从67美元下调至90美元 在公司财报方面 在航空板块上 Virgin American交易代码为VA 该公司拥有16亿美元的市值 属于活跃的IPO范围 今天公布了第四季度业绩好于预期 美股收益是16美分 公司股价也是涨超了7.1% 以上就是美股在周三的五盘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收盘再见